而民进党平南选区立委在议员徐展为退选之后 立委庄瑞雄结榜呼声高 昨天中常会上主席赖清德还点名庄瑞雄说 接下来对你跟对党都很重要 让他吓了一跳 似乎也是在劝劲他转战平南立委 不过庄瑞雄以主认为是强人所难 主席就突然讲说 庄瑞雄接下来对你跟对党都很重要 中常会上突然被赖主席cue到 庄瑞雄吓了一跳 到底什么事对党很重要 建议庄瑞雄上电视要戴眼镜 啊 就是打电话来的 真的心脏会漏拍 赖清德中常会直接点名庄瑞雄 让与会者都愣住 后来才接说 民众建议你上电视戴眼镜 看来比较斯文 赖世幽默引全场大笑 但是否话中有话 劝进接榜选平南 但眼镜还做得到 但要选平南 对决苏正清儿子苏孟淳 拍谁说声做北搞 过去中苏两人同属英系 还曾抢平南立委 最后庄瑞雄决定退让 这回绿营平南战将 人选告急 庄瑞雄坚定不参与 对决 如果说党内没有其他有意愿的人 那也不妨可以考虑民主大联盟的方式 让新人或是有战斗力的年轻人有机会 过去苏家在屏东经营了几十年 那你现在就要把他推出去 那何不把他召唤回来 这个都是智慧 暗示侦昭苏孟淳解决布局困境 也得看赖主席同不同意 这时全流出一台报道